巴德区二之一皮塘景观美化工程 在今天完工正式启用 从过去的一般公园提升为皮塘生态公园 兼具景观、生态、防灾、制宏等多项功能 也命名为高层皮塘生态公园 将提供附近的居民全新的休闲空间 桃园皮塘过去最多有一万多口 从早期灌溉功能逐渐转型成为 具有景观、生态、防灾、综合型生态皮塘 在今天启用的巴德区二之一皮塘 从一开始施作了环湖步道景观工程 也转型成功变成了皮塘生态公园 提供附近民众一个全新的休憩空间 因为这边周遭又没有小型的公园 所以我就建议在市政总咨询的时候 我就建议市长说这个二之一皮塘 能不能来做一个简易的环湖公园 那这中间有许多的一些波折 包括说桃园农田水利会 他们对这个水泉 还有上面有很多的淤泥要如何的清运 这些都是困难 到最后的整个一个沟通协调的结果 农田水利会他也同意了 这个淤泥先不要清淤 然后这个环湖步道我们先做 市长曾文燦也提到会尽量在每一座皮塘 设置公共艺术作品 高层皮塘生态公园公共艺术 则会由附近的居民提案 再请艺术家创作 也希望每一座皮塘都能够呈现独特的魅力 像我们的巴德皮塘公园有做青蛙王子 那像青塘园有做这个送植鸟 那像现在设置皮塘公园 他们想要做这个水牛木桶 那我想高层这个呢 我们要支持他做一个公共艺术 让他更具有特色 随着新皮塘的启用 市府也会积极进行周围的排水系统改善 环境绿美化等相关工程 桃柯有线新闻林丹峰8的采访报道 位置